上集超認真少年帶大家看了2022年首發最大工具機展 製作團隊為了了解阿仔絲的身價 讓廠商依照他的技能和業界之力來出價 究竟願意以多少年薪挖角阿仔絲 這一集我們即將揭曉最後由哪一間公司開出阿仔絲的最高年薪 這個是展場算是做得很浮誇的 它是一個太空說太空展場的概念 欸 異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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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穿應該就是大家在夾頭上面很有名的那個異穿 異穿在我們業界喔 市占率大概70%幾% 他們的夾頭是屬於全世界保固的 油壓夾頭它其實大概的原理就是這樣 就是後面這個是一個柱油孔 然後它利用柱油的油壓 然後來把你的前面的弓箭 然後把它夾緊 它不能把它夾到整個東西壞掉 你又需要在它高速旋轉下面非常的穩定 異穿這間公司變態的地方就是 他們就是全球專利的 然後他們連鋼頭的鋼性 它都有很大的差別 他們像一般來說就是用灰口鑄鐵 然後他們用的是球末鑄鐵 那你知道灰口鑄鐵跟球末鑄鐵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這個有請問我們在拍一集跟大家說 好啦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然後 不好意思 請問你是對我們的夾頭有興趣嗎 我其實對今天整個展場都非常有興趣 今年你們展出裡面沒有看到 我記得你們有做到很大的對不對 我們最大可以到兩米五 兩米五 哪一些國家比較多會用到 歐美國家這種幾乎都會用的 重工業的 對 重工業幾乎都會用的到 所以常常有一些酸民在嘴 他們也講就是說什麼 台灣現在做怎麼樣 你看那個國外東西就這麼大一個 然後什麼傻子其實都不知道 都是其實台灣出口出去的 台灣的代工確實是非常的強 加頭上面我們硬度要夠 高抗性的那個延展性要非常的強 就是又要硬又不能太硬 太硬 對 喜歡哪一種 當然是硬一點的比較好 死路200看你開車 那又要硬 那你們會跟台灣經濟換就說 我用夾頭跟你換機器這樣子 這個好聽說很久很久以前 好像可能有這樣子 我這我就不清楚 我年紀還小那時候 對 你很年輕 現在才剛買25歲 對 沒錯 好那我們就是不免除的 對 小弟我 對於製造算是略懂略懂 像我們這種可以畫圖 可以研發一點小東西 可以在研發直接幫你打樣出來的人 我們這類的人 在貴公司如果有信任職的話 對 那一年的年薪可以大概是多少錢 基本上我們這個就是 希望是在研發能力非常強 當然如果能夠自己製造 能夠了解所有的機械的倫理過程 基本上這個數字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絕對沒有問題 絕對沒有問題 對 我們非常需要我們的研發人員 這老闆的這個數字寫得非常大 女力老闆 所以很大就是字寫很大這樣 算是 他整個滿版 有點老花的症狀 23歲 只是因為做夾頭喔 很精細啊 那個眼睛比較用力一點 老花比較嚴重 所以數字寫要大 對 數字要寫大一點 那我們就感謝 謝謝老闆 希望展展順利啦 OK 好 謝謝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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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哪一家要跟我們簡單的介紹嗎 你已經開始拍了嗎 我們開始拍了 我們就一路就從頭到尾拍到尾了 真的 你好 我們是晉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不用這麼官方 你可以找老闆出來跟我們談 老闆嗎 老闆 我可以直通老闆可以嗎 如果我們這個攤位要買機器 要找你的負責人的話要找誰 找我 所以本身你已經小老闆了 沒有 不能那麼說 這是我的努力 努力 努力 其實相較起來 這攤的攤位比較小一點 對 我們是比較小的 而且很特別就是叫驚喜科技 驚不驚喜 驚喜 意不意外 好 錯 像我們公司的話是在機器業相較 比較年輕一點 那我們服務的客層比較多 像是最近有很多年輕人 就是想創業的 剛創業的 對對對 想接觸加工業的就會來找我們 然後跟我們購買機器 那你們都做什麼樣類型的客戶比較多 我們的話是其實 企業從大到小吃都有 那我們也有做像是特斯拉的 那種地盤的內容廠商 然後或者是半導體的零件也都會有 剛剛說我們做小型的公司 現在大公司也不想放棄 對對對 大企業也是可以找你們 對 然後或是小家工廠 或是想創業的都滿適合的 像我們這個 那個是就是 煞車拉桿 對 煞車拉桿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相機上面也都會有刻字 3D擱置 對對對 就是也是可以刻一點比較小小的細部的部分 這樣 然後就渦輪葉片 然後就是比較小一點 這算車子很漂亮的 小型的 我看到你最喜歡的東西 其實可以做的東西真的猜太多了 對 可以做的太多 因為其實這是小部分而已 那又到了我們問價的時候 好 你可以幫我寫一個 符合他的入贅價 怎麼樣的價格 他可以入贅到你們公司 為你們公司服務 為大家服務呢 所以是年薪嗎 對 我們來問的是年薪 入贅一年的概念 對 入贅一年 入贅一年 他值多少錢 我覺得你可能今天要入贅了 真的喔 這個老闆超佛 那這個小數字我也藏在我的小紙張裡面 等到最後再跟你揭曉 謝謝老闆 那我們繼續下一攤 大家會看到 就是在這個產業裡面 有非常多是二代 可能很多人對於二代 都有一種奇怪的幻想 都會覺得他很爽 然後這種繼承價業 然後是什麼 其實對我的觀察來說 其實很多二代 它像是一種宿命 甚至像是一種詛咒一樣 所以當你建公司是40個人 400個人 4千個人 甚至到4萬個人的公司 然後 你不接不行 因為你必須 你要鞏固的是那400個人的家庭 那個其實 坦白講你要我接 我自己也不是這麼想接 好啦 這個樓層看完了 我們繼續來往四樓發展吧 各位看到這個展位 非常的日系 新城 但是大家一定會想說 為什麼新城 這種手錶的品牌 會出現在這個機具展呢 這個時候我就要跟大家講 其實新城不只是做手錶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業 所以我們到了新城攤位 你知道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很重要 要換上新城的手錶 我跟你講曾經 我的自愛 也是新城錶 我們曾經早期 去年還前年的片 應該就是這個手錶 新城他們以前 在做工具機的時候 他們就是為了製作自己的手錶 而去開發自己的機台 你會想說他們的車床 跟一般的車床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請回答 他們的作動方式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一般的就是刀塔式 這個是軸心式 不愧是我們拍了三年的製作人 軸心式 跟一般刀塔式的CNC 這完全需要拍一集解釋 這完全無法在兩分鐘內解釋 不過你可以這麼想像好了 像手錶這麼樣精細跟精密的工藝品 它所要車吸出來的東西 要非常的細膩 所以在車銷的過程當中 他們經營有一個非常酷的技術 低周波 你看在車銷細小的工件的時候 你如果它的殘穴疙瘩疙瘩的時候 那就很麻煩 所以他們就利用這種低周波類似的技術 然後去讓它的殘穴 能夠表達你疙瘩疙瘩 因為他們車出來的工期 到底多小勒 大概這樣 這跟大家剛剛所看到的一些工具機 車出來的Size又不太一樣 有沒有把他的頭再Key在這個上面 他們今天還有一個ADC系統 它能夠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同時換非常多把刀 那我們可以現場讓大家看看 這個製造過程嗎 要20分鐘 不然你這樣好了 因為展覽的時間實在是有限 我們留下一位攝影師 待會幫我們用200速的速度 如何車出這個小黃罐 好啦這就是在展覽當中的日上公司 又到了我們 談年薪的時候了 談年薪日上公司 沒錯日上公司 薪水應該不錯 應該不錯 好 好喜歡 我來看一下 唉唷 我覺得這次的人 大家都對你蠻看好 我們在社會上算是有小偶地位 沒錯沒錯 小偶地位 很好很好 感謝你 那我們繼續往下一站前進 Let's go 大家知道以前我們跟日本人做生意 就是你假如一回頭的時候 他們就會跟你進 我覺得這是日本人很棒的傳統 所以你知道這個進你程序 會到什麼程度嗎 到那個人已經完全消失了 然後已經都不見了之後 好我們快走 等一下我看到一個帥東西 放電加工 各位朋友很少見過嗎 放電加工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值得拍一整集 然後跟大家好好介紹的東西 老闆這個攤位好像沒有老闆 老闆老闆是你嗎老闆 據我所知 今天剛好老闆也是當會長 是 那我們怎麼樣用會長的語氣 跟大家介紹一下放電加工 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是這個操作閃電的設備 它是一個無接觸加工 對對對 我們算是這個被規列在特殊加工機裡面 好比說什麼東西 我們最常做就是跟刀子一樣硬的東西 因為如果刀子跟刀子一樣硬的東西 它兩個碰撞就會震動 它是沒辦法加工的 然後加工品質也不良這樣 這時候就要靠我們的放電加工機 用閃電爆破 不愧是業界老司機 以前我們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這個放電加工機的師傅 對 他要體力很好 喔對 泡到機器嘛 屬於是聽力考驗的機器 對對對 在加工的時候我們要聽那個放電的聲音 是好不好再做調整 就這個聲音 大家注意聽 這個聲音 大家知道放電加工是怎麼做的嗎 來來來我帶大家看 就是在這裡面 有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對不對 對就是就是看不到 因為他等於就在油裡面去做電的事 旁邊這位是穿著 是我們從歐洲聘請來的工本師 Can you speak Chinese? 一點點可以 一點點說中文一點點可以 聽力好嗎 他聽力超好 聽力測試 讓他先來拍照 你可以聽出手上有幾枚硬幣嗎 所以放電是一個需要靠聽力的工作 有機會我們要好好拍幾個大家看 走之前我們又來談薪水的時候啦 這老闆 我覺得今天的老闆都恨你很大方 真的很大方 結束之後我就拿著這一張 到處回去說 來你寫喔 我有錄影喔 不影城鎮 好嘞 那我們就謝謝老闆啊 謝謝老闆 希望你這一天展得順利 謝謝 拜託 如果大家想要看放電加工的話 可以點喜歡 或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其實現在放電加工他做得非常酷 他們今年啊 他們現在就是像 你知道那個RFID嗎 就像是捷運B卡 或是像是身份碼一樣 因為放電機喔 他的刀實在是差的肉眼 無法去這麼仔細辨認 他可以用這樣子RFID的系統 就可以讓你的刀不會掛錯位置 因為他太細微了 他細微到肉眼不好辨認 不像是一般的刀具一樣 那我們後面來找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公司 比較奇葩的一點好了 各位朋友 我們來看一個就是 小型加工裡面非常厲害的 正代 正代呢 他們是40幾年的公司歷史 他們大概很久很久以前 都是在純買賣 買賣到一個階段之後呢 他們才開始自己製造 然後研發 所以你會在正代他們這個展位呢 你所看到的機台 他都特別的Socket 另外你還要看什麼呢 就看他在車銷過程當中 他的速度如何 他的功能性如何 然後去作為你輔助公司賺錢的一個工具 大家可以看一下裡面的小碎片 大塊料 切起來像切豬排一樣爽快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買機台的人 他都可以過來跟你說 你可以切一塊料給我看 這樣子嗎 對我們最喜歡跟人家比較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個機器跟我人的大小 其實差沒多少耶 跟我們今天看到的那些就是很大型 很像怪獸級的機器 他們公司是一個很小台的機器 然後切削起來超變態的 那我們來看看更大型的機器怎麼樣 好我們從小機台一路看到越來越大囉 台灣精品2022得獎的 他是可以車可以洗可以鑽的耶 他是整個DELTA移動式去操作的 所以大家來這邊看 都可以看說什麼樣的機台 跟什麼樣的廠 他是適合你們的加工工件的 然後這邊的這兩台機台 他就是全動柱的天車室 然後大家看他的下面 這屬於就是搖籃式的 搖籃式就是很像小嬰兒 這樣子搖來搖去的那種 所以在搖籃式的過程當中 你就不需要人重新再一直上架料 要翻面啊要幹嘛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 這種天車室還是這種搖籃式的 它的優勢在這裡 好啦我們就一圍繞著一圈 他們最大型的就在這裡 這台機器的特色就是能夠加工長軸式的 而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 他們這間公司 為什麼都可以把機器做得這麼stock的原因呢 就是他們的刀庫 他們的刀都在中間 都在中心 它不像是可能別家是掛在旁邊 那所以這個就很適合在這個土地超貴的年代 副總不好意思 不免贖的還是來問你一件事情 在旁邊這位年輕有為的少年 你願意給他多少錢 多少年薪來你們公司工作呢 請你剝偷的幫我寫下來 好 這神秘的數字已經保留在我的 這個小紙張裡面了 這個要等到最後揭曉才知道啦 現在還不能跟你講 好繼續下一家吧 好 我接下來帶大家去看高週播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再講了 再講就拍不完了 拍不完了 對對對我們現在要公布 最棒的年薪是多少 那你覺得年薪最高的是哪一間 以我的經驗 你的經驗 因為有一些是做專門項目的小項目 那有一些是做整體的 所以我猜我應該在 特斯拉的那間 特斯拉那間 所以你覺得特斯拉那間是給你年薪最高的 我再想一想 好 但我又覺得按照台中經濟我們曾經的戰果 我猜台中經濟應該給的不錯 所以你要換嗎 5 4 3 2 1 我突然也覺得夾頭可以在全世界 你到底要哪一間 真的 你看人家那個領域越來越差了 我想想 5 4 3 2 1 1 如果你公司產品都一千多萬的時候 薪水肯定不低 肯定不低 這幾間 到底你選哪一間 5 4 3 2 1 答案 你都沒猜中 你一間都沒猜中 真的嗎 到底是大家給了我太高還是給太低 是這間給的太高了 這間 這個答案這間給的太高 太誇張了 你說高 他很看好你 真的喔 他很喜歡你 他要叫你去當他的老公 今年2022年年薪最高的是 25歲老闆的驚喜科技年薪 一千萬 他一聽到鹿醉 鹿醉 鹿醉就是這個價格 他剛剛是不是懷疑就是 員工除了出賣時間之外 還要出賣肉底 對要出賣肉底跟靈魂 我覺得說不定他覺得我的才能就是這一千萬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是鹿醉這兩個字吸引到他了 真的嗎 原本看那個人在那邊想說 還是要寫錯 25歲發票廠寫錯你知道嗎 我剛開始創業的時候 你知道我報客戶那個顧家談 我都打一個0 有沒有可能25歲的人 我覺得他看起來沒那麼少 他真的是衝著鹿醉而來 沒有啦說不定才華 好啦可能才華你也是有啦 一點點 100 900大概是鹿醉 對對對 沒錯就是這樣子 那其他家的 其他家的喔 那其他家的年薪資訊 我們就在我們的會員影片裡面 放給大家看啦 放來練才 對 想知道就花錢吧 歡迎大家支持我們會員影片啊 好啦 那你準備去錄醉吧 好啦影片的最後就是 感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知台灣工業 那就以上超人燈少年 大家下次再見 拜託 其實大家對你的價碼 都開得蠻高的 基本上每一間都有開 超過一百萬以上 喔真的喔 沒錯 有些人他還有說 你是多功能 這間開了三百萬 喔三百萬 那另外一個也比較特別的就是 兩百五 差不多 開心開心 好 今天整個場域 你真的逛不完 有 得夢也有來 北川 這個也是之後我們會拍的一集 這個請大家拭目以待 見你 吃得了 砂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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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熱情啊 超熱情 鄭和元的咖啡 能夠在江湖業界傳說 能夠切割金屬的刀片 出的咖啡喔 其實我覺得很酷的是 好像我們大家拍影片 原本就是在YouTube上玩這個頻道 然後之後就莫名其妙 跟這個產業的人變得好像很好的朋友 很有感情 我覺得這個也是可以跟大家說 這也是女兒出來接班 有兩個女兒 有兩個女兒 各位朋友 人生少半到五十年嗎 做好你的專業準備 那個老闆是很 老闆很大氣的 那是不是又到了 談行程的時候了 沒有這樣沒有 誰可以做到的 你會問你 那是大天空的